专业的人是后面第二排 实际上救援是一个非常科学和严谨的一个事情 光有热情是不够的 我本人也是军人出身 我在部队海军服役了14年 也是国际潜水联合会的教练 所以我很理解在水下一个寒冷 一个能见度差 一个要克服自己恐惧没有新经验的人去救别人 这是有多么难 所以你看到这些渔民 你看渔民他也说他最后救了 结果还被别人打了 你觉得他真的算是冤了吗 我觉得很不公平 因为是这样的 作为军人可能有这样的义务 但是作为普通的百姓 一个上了岁数的 即使这么近 有伤的 因为旧人并不见得非要下水 他通过船的接近 通过使用杆子 使用救生圈 使用绳索 也是救人 会达不但救人 能够达到更好的救援效果 而且确保了自身安全 所以说 所以我们不能说 只把掌声给了去跳下去的人 还要他去救人的人 还有在水上这些人 也是一样的 我们实际上 应该感谢这几位渔民 因为他们已经把船弄过去 参加了救援 并且做了一些有成效的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 来张明 但是呢 我这样比较 就跟大学生 跟旧人大学生比较起来 这个渔船 显然要比大学生要有优势 要有救人优势 对不对 他可以把船 如果说他最先救的话 那两个孩子 他可以把船移过去 这个很方便的 像是渔港 他比大学生要方便 但是我们发现 第一首先救的是大学生 不是他们 我觉得渔民 我们可能也不好在谴责 但是首先就是这一点上 就是他们作为 可能至少不够积极 实际上刚开始 我们去采访的时候 也报了这样一个疑问 就是如果渔船最早 对 像两个落水道 儿童伸出援手的话 就不会有这样一番事 所以很多人 的确想吧 他们是对地利疾变嘛 但是 不是牺牲那么多人吗 实际上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 他们是落水之前 是已经打算回家了 因为身上有沙子 怕回去挨夫不打 然后想去洗下沙子 动药很小 孩子们落水的时候 两个渔民都在船上睡觉 刚才我已经介绍了 因为他们前一天晚上 打捞了补了一天的鱼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它是在补棉的状态上 然后呢 大学生们 他们就在那个沙丘上 就很近的那个沙丘上 他们第一时间 就已经撬到水里面去了 没有给这两个渔民 这样一个见语运的机会 还有一个细节 我告诉那个落实跟张老师 你们可能就理解了 他们这个 因为整个的营救过程 是非常短的 时间非常短 三到五分钟 但他们的渔船啊 有两个毛 一个毛在船头 沉到水里的 一个毛在船尾 是扣在岸上的 你想两个 我在采访这个 陈远德的时候 陈远德给我强调了一个细节 就是他们听到声音 听到孩子们叫的声音 两个人就让老太太 是去到岸上去 拔岸上那个毛 让这个 他自己去拉船头那个毛 他给我讲这个细节 当时非常 我非常感动 为什么我相信他 他但是 毛还没有拉上来 就感觉这个情状已经非常危急了 他就把救生圈扔到水里面去了 大概是这样一个细节 戴眼镜的这位先生 举反对牌的请 请说 我跟周哲三线人一样 也是个律师 理性是我们职业 最重要的一个素质 所以我理性讲三点 第一点 水火无情 生命无价 在那时那刻 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 你的职业和专业 肯定要去救 只不过不同的人 采取不同的方式 第二点 大学生救人这个行为 我认为值得表扬 但是不应当去倡导 为什么 两千年前 咱们伟大的教育家孔子 就做过这样的论点 一旦去倡导 去大力去倡导他 就会把一种精神 上升成为一种义务和责任 这是对整个社会 对整个国家的公民来说 是一种负担 第三点 我建议这个凤凰卫视 今天的节目 最好不要播出 为什么 我们虽然不能去倡导 这种行为 但是也绝对绝对 不能否定 我们今天这种讨论 在事后发生之后 以这种形式去讨论 实际上是对大学生救人 一种否定的表示 所以我希望 凤凰卫视 今天的节目 最好不要播出 我倒很赞成你这个 这个说法 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实际上 对三个英灵是侮辱 是羞辱 我想敬州 我觉得老百姓 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 这三个孩子就白死了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 才是对这三个孩子的生命负责 我相信 景州市的老百姓 如果说不讨论 他们白死了 那你听到啊 前面那些全都白死了 如果我们不讨论 你听下去 如果把这个问题 达到景州市老百姓中间 去讨论 你看看他们站在哪一边 他们会给 把掌声给谁 他们会怎么想这个问题 谢谢 来 黑色衣服的那位 戴眼睛的那位 请 我也给你一问 就是 就是消防队和那个 公安局110赶来的时候 他们为什么没有 真用这个渔船 和真用这个捞尸船 这个捞尸船 去救这些大船 我觉得政府在这个时候 是有这个权利和这个义务 去征用他们的船 好 他们到底有没有 所谓的捞尸压架 这整个过程 其实我们发现 不同媒体 在做事情报道的时候 它有不同的角度 但是今天我们想办法 慢慢慢慢 通过不同的角度 是在什么 我们在还原一个真相 如果当真相 都没办法了解的时候 你七嘴八嘴 那才是真的没意义的 所以今天这一集 非播不可 一定要播 上面清清楚楚写的 他们的精英范围是 沉船 顿好 沉雾的打捞 凡是法律 不禁止的 都是可以去做的 这种行为 对尸体本身就是一种 就是融入 对于生命 我们怎么看 他们用这种方法打捞 可能是最高效的 这是两具尸体 然后这应该是 一个刑事案件 一虎一息谈 争论